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开圣学根之根 百家信 我们从第一册 第五十三页的第三行开始看起 孔 曹 炎 化 上一节课 我们学习了孔性 曹性 这节课 我们从 炎 化 炎性和化性 开始学起 炎事 在王毅宁先生的姓氏急救篇当中说 含有炎碎 这个炎性 本来是庄氏 庄严的庄 但是在 二十四史当中 汉朝的史书 为了避汉明帝的慧 所以改成了炎柱 就是装饰改成了炎氏 那么这里举了几个例子 没关系 延安 延军平 延光等 延光等 那么什么是避讳呢 这个避讳是在古时候 为了表示对君王 或者对父母以及尊长的恭敬 那么在谈话或者是在书写的文章 所撰写的史书等当中 对于君王祖宗或尊长的名号 要进行避讳 那避讳有不同的方式 比如缺笔缺字 像缺笔我们在看万幸同谱的时候 就会发现比如说正弦的弦 它就有缺笔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字 就会了解到这是古时候 避讳的这种现象造成的 还有换字 改音 所以这里 严性由装性改为严性 这是用换字的方法 这是避讳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严性 最初的起源 是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庄王 那么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 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王 楚庄王过世之后 他的嗜好是庄 所以楚庄王的后世子孙 就以庄来作为自己的姓氏 到了东汉时期 汉民帝的时代 为了避讳 因为汉民帝叫刘庄 所以就采用庄和盐 意义相近 就把庄性改成了盐性 那么到了魏晋时期 因为改朝换代了 所以有人又把盐性 改回了庄性 于是庄和盐 这两个姓氏呢 是并存的 那么说到东汉的孝明帝 我们自然会想起 在汉民帝刘庄的时期 佛法正式传入了中国 我们看到 雪宫老人的中国历史纲目 谈到孝明帝的时候 就有天主求经和平定西域 这两项重要的历史贡献 这都是发生在汉民帝时期 因为汉民帝有一天晚上 睡觉的时候梦到了金人 后来他醒来之后 就跟群臣询问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那么其中呢 父义 就跟孝明帝回答说 说皇上所梦到的 应该是这个佛祖 释迦牟尼佛 应该是梦到佛 于是呢 汉民帝就派特使到肉汁 到肉汁国去请佛 于是就把摩腾和 祖法兰两位僧人引寄到了大汉的国土 同时呢 两位法师来到汉朝的朝廷 也送来了很多经文 这些经典都用白马驮着 来到了大汉的国土 那么最初他们是住在洛阳的洪卢寺 但是因为佛法 他和儒家道家一样 都是圣贤人的教育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专门的 易经的场所 以及修行和弘扬佛法的场所 所以后来就建立了白马寺来传经 这是白马寺是为了纪念白马驮经的功劳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寺院 好 那么这个这段历史就是发生在汉民帝 刘庄的时期 因此我们谈到这个言姓 之所以在汉史 也就是后汉书当中 之所以改成了盐 把庄改成了盐 就是为了避汉民帝刘庄的慧 那么盐姓 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渐渐的就形成了三大俊望 这三大俊望包括天水 冯义 还有华音 于是在当地 盐氏家族的子孙就发展成了望族 所以盐姓的唐号 以这三个俊望的名称来命名 称为天水唐 冯义唐和华音唐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盐姓的来源 那么我们看到万姓同步当中 也有谈到天水 这个天水是盐姓的俊望 他后面又谈到望出缝义和华音 所以天水缝义华音 这是盐氏的三个俊望 那么万姓同步有谈到 盐姓是来源于米姓 是楚庄王的之孙 后来就是以楚庄王的嗜好庄 来作为 他后世子孙的姓氏 那么历朝历代 也有许多庄性和言性的名人 像楚国的庄州 还有汉人庄中 那么后来万姓同步又谈到 是为了避汉明帝的会 在汉书当中改成了盐 好 那我们来在这里呢 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楚庄王的故事 因为这个言性啊 是起源于楚庄王 我们对他的生平做一下介绍 楚庄王是生活在春秋时期 是春秋五霸之一 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啊 距离现在大概是在公元前613年 那么这时候楚城王的孙子 楚庄王正是继承了王位 可是在楚庄王当了新国君之后啊 他呢 却一直不理朝政 也没有什么建树 那么在楚庄王当政的时期 南方的楚国和中原的晋国啊 楚跟晋 这两个国家是不合的 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希望能够 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 在春秋时期啊 为什么有春秋五霸 就是各个国家 因为到了东周啊 周王室的力量逐渐的衰弱 好 于是地方诸侯的力量不断的壮大 好 于是先后在中原一带啊 就出现了很多霸主 可是楚国和晋国在争霸的时候 楚国却往往是处在下风 后来在楚庄王即位之后就看到许多小国啊 纷纷的依附晋国 好 那么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景象 楚国有许多大臣 他们内心都非常忧心 好 看到晋国不断的强大 人心都归向于晋国 那么将来楚国的势力是岌岌可危的 这是许多老臣啊 都很担忧的事情 那么看到新的君王登基之后啊 又不理朝政 这些大臣就更加的担心 于是他们都想要去劝勉楚庄王 希望他能历经屠治 振作起来 那么后来呢 朝廷当中有一位大臣叫做吴举 他非常聪明 因为他看到啊 刚刚即位的楚庄王一直都不理朝政 而且有大臣向他觐见的时候 他也不开心 甚至于会被他判死罪啊 让他处死 可是 禁见的话又不能不说 这让这个大臣特别为难 那么吴举啊 他很聪明 就想了一个方法 去委婉的劝谏楚庄王 那么他来到 装网楚庄王面前啊 就问他一个问题啊 他说呢 我听到了一个 这个谜谜谜谜 这个谜谜谜啊 这个谜谜啊 我左思右想 怎么都想不出来答案是什么 而 庄王您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君王 我想您应该能猜得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楚庄王他正在那里 寻欢作乐 在享受啊 听了吴举的话呢 他又觉得挺好奇的啊 究竟有什么谜这么难猜 连像你这么聪明的大臣都猜不出来 那你说来给我听听 于是吴举就说了 说在我们楚国的山上啊 有一只大鸟 这只大鸟的身上 披着五彩的颜色 他的样子也很神气 可是这只鸟啊 在树上一停就停了三年 他不飞也不叫 这可把我们难倒了 大王您知道这个鸟究竟是 叫什么名字吗 那楚庄王是个聪明人啊 他当然听得懂 臣子的弦外之音 于是呢 他想了一会就回答说 他说我知道 这种鸟可不是一般的鸟啊 而且他是不飞则已 亦非冲天 不明则已 亦明惊人 那我们看楚庄王和他的大臣吴举都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一下子就听懂了吴举是画中有画 把楚庄王比作这一只五彩的鸟 那么也希望楚庄王能够早点振作起来 而实际上呢 楚庄王他本身就是一位很想要有所作为的君王 但是他登基的开始是故意不理朝政 这也是他的聪明之处 他借这个机会啊 暗中的来观察朝廷大臣们的情况 就是哪些大臣是忠心耿耿为国家为百姓敢于提出建言的 哪一些大臣是阿谀奉承非常懒惰的 在这个期间楚庄王都观察的很清楚 后来他听了吴举的建议之后 立刻就明白他的弦外之音 那么果不出其然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楚庄王就开始历经图治 专心于处理国政 与此同时他把曾经劝见过 敬见过他的武举 这位大臣特别提拔起来 并且把他观察到了那些只会逢迎 阿谀奉承的大臣啊 全都侧职 他就开始非常认真的处理国家的大事 并且任用许多的贤德的人才 来帮助自己呢 治理国家 同时在军事的力量上面 楚庄王也加强了军事的训练 他训练许多的兵马和战士 为将来啊 可以收复好 许多小国来做准备 于是 这个楚国后来陆续就 兼并了许多南方的小国 那么之前我们在学习到很多姓氏的 这个最初的祖先啊 都是在不同的地方的小国 有很多国家都是被楚国给灭掉的 于是楚庄王重新振作起了楚国的身微 到了公元前597年 楚国和晋国这两个大国之间呢 终于啊 正式发生了冲突 楚国呢 就出兵去攻打这个镇国的时候 晋国呢 他就派兵来救政 这使得楚国和晋国两军 开始发生了正面的交战和冲突 那么在这次战争当中啊 楚国就取得了胜利 而晋国则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那么经历过了这次战役之后 楚庄王他本人就特别感慨 为什么呢 因为楚国从成普之战之后啊 从这次败局之后一直没有办法重振国威 可是这次他打了胜仗 总算呢 可以报仇血恨了 好 于是他跟着就下令楚国的军队啊 可以让晋国的士兵逃走而不要去加以追击 于是楚庄王在晋楚争霸的过程当中 他成就了楚国的霸业 于是历史上呢 就把他列入了春秋五霸之一 就和齐桓公 晋文公等春秋的霸主是齐鸣的 好 那么这个故事呢 就是楚庄王一鸣惊人的故事 而楚庄王就是严姓的祖先 因为他的嗜好当中有一个庄 所以后世子孙就以庄作为自己的姓氏 好 那么关于严是家族的代表人物 我们从万幸同谱当中也举 这个列举了几个例子 首先是汉朝的延安 那么延安 他是临滋人 在汉武帝的时候呢 他以故丞相史上书 言周诗之弱 秦诗之强 那么他总结这段历史 周和秦的历史 那么使得皇帝对于延安这个人特别刮目相看 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见地的人 并且感觉是相见恨晚 于是后来就让他在朝廷当中任职 担任郎中和骑马令的职务 好 这是延安生平的简单介绍 再来还有延彭祖 那么这几位啊 都是刚刚我们在这个信誓急救篇当中有看到 信誓急救篇当中有举了延安 延彭祖 延军平 好 我们在这里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生平 好 我们来看一下延彭祖 他也是汉朝人 延彭祖自公子 好 他是延年的少帝 好 小弟弟 以春秋公养名家 他所擅长的是春秋公养学 所以在汉宣帝的时期呢 被朝廷任命为博士 还担任过河南东郡的太守 好 以及左逢义 太子太傅这样的官职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是 好 一位很有学问的学者 好 专门是从事于春秋公养学的研究 好 并且在汉朝时期 好 这个官位啊 好 就是在朝廷当中担任博士 还 这个官位做到太子 太傅 那延彭祖 他品德 非常好 这个人呢 非常正直 而且对于 这些有权有势的人 从来不会去谄媚 八节 好 有的人觉得说他这样子好像很清高 好 不务实事啊 好 就劝他说啊 反正这是人情事故嘛 你也不要 那么 刚硬啊 遇到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呢 好 你也稍微 好 对他们 好 这个 好一点啊 跟他们的关系处得好一点 但是 盐彭祖 他含有智节 也非常正直 他就说 凡通经术故当 就是 如果我是学习 圣贤人的经典 比如说他研究这个 春秋公羊 他是研究儒家的经典 好 那这个时候啊 还可以 但修行可委屈从俗 苟求富贵乎 好 你看一个人呢 他要 修心养性 成就德行 好 这个时候啊 就不能够 好 去 缠媚 巴结这些 权贵之人 好 会让人觉得说 你这个人好像很没有德行 好 天天想的都是 这些公民富贵 所以从从他的 这个话里面啊 可以看出 这是一位非常有德行 很很正直的 一位读书人 好 这是盐彭祖 那么再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 盐尊 盐尊 好 他本来是姓庄 好 那么班固在做汉书的时候 因为 避 刚刚我们有介绍过 就是为了避会 避 汉明帝 刘庄的会 所以改成了盐 那么君平 是他的字 所以叫做盐君平 实际上他本来是叫庄君平的 他是 这个 西汉末年的人 在明朝时期的 刘峰 他写了 一篇 盐君平道德止归的序文 他就有谈到 君平生于原成间 好 是在 原地和成地之间 跟杨紫云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那么 盐君平的事迹啊 是记载在汉书当中 好 在历史上 记载啊 骨口有正指针 属 有盐君平 好 就是这个时代 正指针和盐君平 都是 非常 非常令人尊敬的 道德学问 非常好的人 特别是他们在修身 这个方面 汉书记载 他是 非其福 福福 非其使 福食 是一位 严于律己 对于自我要求非常严格 很有道德学问的人 那么盐君平 他 对于 周易 是非常精通的 他是 临穷人 就是精通周易 那么后来 他在成都 就是 属啊 盐君平 他是在属地啊 那么他在成都啊 就摆了一个摊子 给人家看向算卦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认为啊 这个看向 算卦的职业 是一个非常 卑贱的职业啊 但是这个行业是可以 接触很多的老百姓 并且呢 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帮助他们 那么当老百姓 都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问题 不能解决 所以就来找这些看向算命的人 好 来求 好 这个 希望可以 帮他化解 这个他所遇到的难题 因此遇到这些 邪恶非正之问 好 那么盐君平就借着这个机会啊 当人们在 好 这个补卦 来占卜 吉凶 祸福的时候 他就 依 尸龟 好 这个尸龟啊 就是指的尸草跟大龟 就 古人在 占卜 补卦的时候 都是用尸草和龟 好 我们看那个甲骨文呢 就是用龟甲 好在上面刻上字之后呢 好 再 来占卜这个吉凶 好 这是 好 古人在占卜的时候 所用的 好 这个施和龟 他就根据 占占卜所得的结果 来给他 他讲明 讲明厉害 那么讲明厉害 盐君平一定是根据圣贤人的教诲啊 来帮助这些老百姓去 改正他的思想并且教导他们如何可以改变命运 那么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 当盐君平遇到 为人子 就是当儿子的人呢 他就劝他一定要行孝道 这是用五伦五常的关系来教导百姓 其实他 摆一个 算卦的贪啊 只是 他教化的一个手段 实际上不是靠这个 来赚钱啊 来养家糊口啊 这是通过这种方式 他可以接触百姓 可以教化百姓 所以他遇到为人子女的人 他就劝他一定要行孝道 如果遇到 为人 遇到 他上面有兄长的人 他一定会劝他呢 要 恭敬 和 顺从 他的兄长 如果是遇到 在朝为官的大臣呢 盐君平就会劝他 一定要 以忠心耿耿的这种 心态和行持来效忠朝廷 效忠百姓 总之呢 他都是用伦理道德英国的教育 来 教导 这些百姓 那么后来呢 听从 他的 教诲的 以过伴 就是多半的人呢 都 能够 听得进 他的劝道 那么每天呢 他就 帮助 帮助几个人 算个卦 那么赚得一点钱啊 这一天 够吃够喝 能够养家 养家糊口 于是呢 他就开始 给大家讲解 老子 道德经 这些道家的经典 后来 他依从老子 和庄舟 就是老子和庄 庄子 他的学说呢 他做了一部书 叫做 道德纸规 这有十多万字啊 后来杨雄 杨雄在历史上非常出名啊 杨雄他有很多的著作流传到现在 是当时的一位著名的学者 那么杨雄 年轻的时候 年少的时候就是跟着严君平 来学习的 因为严君平对于周易 对于道家的学说 都非常 擅长 并且杨雄对这位老师特别恭敬 他觉得这位老师的 风骨与气节 他教化众生的 这种 道德与节操啊 是可以 积贪 历俗 好 你看 这样一位有道德 有学问的人 好 他就在成都那里摆个摊 算卦 好 也不贪求 每天赚一点钱 好 可以够吃够喝 好 那么接着 其他的时间呢 他就 着重于 研究 学习和宣扬 圣贤的 经典 你看 他的这种行持 足以 就如杨雄所说的 确实是足以积贪 历俗啊 你看 世俗之人 都是贪求富贵 贪求名利 可是看看 严君平 他的作风 自然就会把人们追求名利 追求富贵的这种心呢 就会把他平息下来 所以 还 还说呢 他的老师 是 禁骨之义民 那么在 汉朝的 这个时期啊 他的老师 也是一位 道德非常高尚的 隐士 那么后来 一周目 李强 就很希望呢 严君平 能够去 做官 但是 严君平 始终是不肯 还是 过着他这个 一边教学 好 一边呢 每日赚一点钱 那么可以 用很多的 时间去 讲解和传授 圣贤的经典 同时呢 可以教化百姓 他一生啊 都是 用这种方式呢 在 宣扬 他的学说 宣扬 辱世道的 这个 圣贤人的 学说 那么他一直活到了 九十多岁 高 受啊 就是 四川 一带的 这些人民 百姓 对他 都非常 敬爱 这是一位 圣贤人 在当地 教化百姓 就是把伦理道德英国的教育呢 普及到了 市井的 民间 所以一直到现在啊 这是 汉书的作者在写这个史书的时候啊 在 四川一带的百姓依然对于严君平的 德行 道德风范 念念不忘 一直到 他的学生 杨雄 杨雄 秉持着老师的 道德学问 他也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学者 所以他著书历说的时候就谈到 汉朝时期的 非常值得称道的读书人 就是 郑子珍和 严君平 好 这是严君平的 生平 好 接着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 严子 灵 我们所介绍的这些 人物啊 都是很有道德 很有风骨的 这些隐士 那么我们看严氏家族的子孙啊 也有好多是这样的 以这样的形象啊 出现在世间 一直到现在呢 我们 在回忆 缅怀 他们生平的事迹的时候啊 会觉得他们的 这种 道德的光辉啊 真的是照耀千古 那么千百年之后呢 我们读了之后依然是深受感动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严子灵的生平 那么严子灵 他本来也是姓庄 那同样是为了避 汉明帝的慧 刘庄的慧啊 改姓 盐 所以本来他 那个 本来盐子灵应该叫庄子灵 但改成盐之后啊 就叫盐子灵 那么他还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 一个名是盐光 还有一个名是盐尊 这个盐尊我们看到在 万幸同谱当中 好 就 好 好 这个 好 就有盐尊 好 那么盐尊呢 他 自子灵 他 自子灵 他是会计人 他 就是 会计 余瑶人 他从小年少的时候 就 非常出名 后来他到长安 这一带去游学 就和后来的光武帝 刘秀 他们两个人是同窗的 好友 两个人感情非常深厚 等到 汉光武帝 他登基即位之后 颜子林他并不 羡慕这些荣华富贵 于是他就隐姓埋名 去当一位隐士 但是光武帝刘秀对他非常怀念 知道他的这位同学道德 学问都特别好 于是呢 他就曾经派人呢 去寻找 昔日的同学 也就曾经派人员 后来他得知呢 颜子林在齐国的一个地方啊 每天身上都披着羊球 就在江边钓鱼 这是一位 这是一位隐士的这个 生动的写照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江一子老师 画颜子林的像啊 就是以这个场面 为背景的 这是批球 钓丘图 他也不是在那钓鱼 他就是用这种生活方式呢 来表示他 不向往富贵 而是要当一位 隐士的 高超的智杰 于是 光武帝刘秀呢就派人 来请他回来 甚至呢 派了三次 还亲自写信 给颜子林 后来颜子林实在是 这个 在 汉武 这个光武帝刘秀的盛情邀请之下 颜子林实在是没有办法 再推脱了 所以只好 来到了京城 后来 光武帝很高兴啊 颜子林 来了之后呢 光武帝就来看他 可是颜子林就躺在床上 不肯下床 那光武帝呢 也跟着他一起躺在床上 并且问他说呀 说子林啊 你看我现在成了东汉王朝的君王啊 像你这么有德行有学问的人 啊 确实是很少见的 我很希望呢 你能够来到朝廷当中 帮我治国 平天下 但是 颜子林 他很向往古时候的这些 道德高尚的人的 风范 于是他就回答他说啊 说 在 姚帝的时代 你看姚帝是一位明君圣主啊 但是 当他 想要邀请 许游 邀请朝富 希望他们 能够来朝廷任官 甚至想把君王的位置让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不愿意 接受 王位 甚至跑到河边去洗耳朵啊 就觉得 姚帝跟他们说 要他们 来当官或者是要把王位让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把自己的耳朵给污染了 这段历史啊我们有跟大家介绍过 所以颜子林就跟关武帝说啊 是故有志啊 好 这是人各有志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志向和操守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 来 到这个 东汉朝的朝廷里呀 去当官 去 帮你治国平天下 这颜子林讲出了他的想法 你看就是对于 这个荣华富贵 功名利禄 他丝毫啊 都 不想沾染 于是 光武帝 只好 叹息 而去啊 直到劝不动他的朋友 后来 他又 请 光武帝 好 好 好 这个和他 好 一起 好 唱 谈 好 就请 光武帝过来啊 两个人呢就在一起 好 聊得很开心 后来他就邀请好 这个颜子林就邀请光武帝呢 跟他 一起睡觉 睡在同一张床上 后来到了晚上啊 不可啊 那么 光武帝 刘秀就笑着说 这是我跟我的好朋友 颜子林 一 就是同床共枕啊 我们两个睡在一起的缘故 到了建武年间 光武帝刘秀啊 再次 想要征召颜子林 来担任建议大夫的职务 那么仍然被颜子林给拒绝了 他就 一心一意的想要到 富春山 去养老 在那里 耕田呢 在那里 隐居 他就想过这种生活 最后他活到了 八十多岁 那么颜子林的德行 世世代代的 传下来啊 被许多的读书人 都对他非常尊敬 最有名的就是宋朝时期的 范仲淹先生 当范仲淹 来到牧州这个地方 当地方官的时候 就曾经 在 盐林内 就建了一所 祠堂 来 缅怀 和祭拜 颜子林 并且送扬 汉光武帝 刘秀的德行 以及 颜子林的 节操 所以 范仲淹 范仲淹所写的 那那句名句 也是传扬千古 他说 云山 苍苍 江水 泱泱 先生之风 先生之风 山高 水 长 这是范仲淹先生的一句千古名言 他所赞颂的就是颜子林的高尚的节操 好 所以师父上人 之前在讲经的时候也谈过这个问题啊 他说 在古时候有许多隐士 其实他对于国家社会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但是为什么在史书里面特别还要为他们立传 写下他们的生平事迹呢 后来是师父上人才体会到啊 虽然他们没有像帝王将相这样治国平天下 但是他们的德行是足以作为天下人的榜样 因为他视线了一种与人无争 于事无求的道德风范 那么对于世间人 都是在争名夺利 那么这些贤德的 隐士 这些圣贤之人 就做出了不争的榜样 好 那么这是 颜氏家族的 历史上著名的代表人物 我们给大家举了这几个例子 好 那么颜姓 我们就介绍 到此地 请大家接着看下面一个姓氏 画 孔朝延画的画 这个画 画室啊 王毅林先生谈到 画室是宋代工的后代 因为他实彩于画 就是他的 实意 彩意呢 是在画这个地方 好 那么历史上有许多 代表人物 好 像 画园 画灯 等等 那么对于 这个 画性 画性啊 他是 他的来源跟历史 是和春秋时期的宋代工有关 好 宋代工的儿子 考父 他被封在画意 所以后代呢 就把他所封的 画意 这个画 把地名 作为 自己的姓氏 那么宋 宋国 春秋时期的宋国啊 他是 殷商的贵族的后代 由此可知 画性的起源 是起源于 商朝的王族 子姓 我们学过许多古老的姓氏啊 包括 或姬姓 子姓 米姓 龟姓 这些都是古老的姓氏 那么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姓氏啊 都是来源于这些古老的姓氏啊 所以画性他的起源是商朝王族 子姓 那么画性 他的俊旺呢 你看万姓同步有谈到 武林 还有平原 佩国 这是画性在 发展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三个俊旺 平原 就是武林 平原和佩国 于是在当地 也发展成了 旺族 那么这三个俊旺的名称也成为了画性的唐号 武林 唐 平原唐 还有佩国唐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唐号啊 除了起源于 一些历史上的 这个姓氏的代表人物 他的生平事迹之外啊 有一些唐号呢 都是跟 俊旺 跟地名有关的 好 那 画性的代表人物呢 我们在万姓同步当中有看到 那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啊 比如汉朝的画陀 还有三国的 画心 好 元朝的画钞 那么这些呢都是 历史上 著名的 画室家族的子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画陀的 汉朝画陀的生平介绍 画陀 字元画 是 桥人 是桥这个地方的人 那么桥呢是在 这个佩国 佩国的桥 他是汉朝 老末年的一位 老末年的一位著名的中医 一位名医呀 好 那么画陀 他曾经在许土游学 对于经典和历史非常精通 特别是对于 修心养性 养生 这个方面的学问 很擅长 所以他也很长寿啊 活到上百岁 看起来呢 整个人还很年轻 精神体力呢 都特别好 人们啊 都把他当成神仙一样 看待 那么他经 这个 他最擅长的是 给人开处方 那么他 所 开的这个处方 所用的药 并不多 只有几种 好 那么有的时候 一些病呢 特别重的情况之下 用针灸或者是开药方 都没有办法治好 那么他就会采取 我们现在说的 外科手术的方法 去 刮割他的 腹部啊 背部啊 或者是 好 这个 他的肠胃 对他的肠胃 进行手术 把他的身上的病 除掉之后啊 再把他 把他的 这个 这些脏腑 再缝起来 并且在身上 敷上一种 神药 那么这个病人很快 就痊愈了 所以这是一位啊 这个 在 方药 针灸和外科手术的方面都很擅长的 一位医生 那么同时他还创作了一种五禽系 五禽系是哪五禽呢 就是五种动物 有老虎 有鹿 熊 猿猴 还有鸟 他根据这五种动物的动态 创作了五禽系 用五禽系来锻炼身体 那么因为他很会养生 所以呢 刚刚说过啊 他 将近 上百岁的时候 看起来还跟年轻人一样 好 那话图啊 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呢 可以说是 乱世 所以乱世呢 也出了一位 这个尖熊 叫做曹操 曹操啊 我们说 华佗遇到曹操 这个 最终啊 他也是 死在曹操的手上 这对于这一代 神医来讲 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因为当时曹操 听说华佗 医术非常高明 所以就把他请到身边来 因为曹操 有一个病啊 就是叫头风 头风病 要是发作的时候 整个人 身心呢 都非常 不安宁 非常不舒服 华佗往往用针灸的方法 就可以 帮曹操呢 很快的 把头风的问题 解决 到了后来 曹操 病越来越重 我们说这个人呢 也是多行不义 避自避嘛 因为做了很多坏事啊 所以 这个 到了后期啊 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好 于是他就 又招 又招请华佗 来给他治病 但是华佗已经看到啊 这个曹操的病啊 已经很难治了 所以他迟迟都不肯 奉招 来给他看病 但是 夺也没用啊 这个曹操 这个人 他是一个 非常 奸诈 而且又 很善怒的人 于是呢 他看到华佗 见死不救 他就特别生气啊 就把华佗呢 把他 打入了牢狱 对他严刑拷打 最后 华佗临死之前 就从身上呢 取出了一卷书 就送到了这个 玉卒的手上 跟他说啊 这卷书里面所写的内容 是 这个 等于说这个书是 医学的一个 许多秘诀 秘籍都在里面 所以如果这 这卷书传世的话呢 就可以 救活许许多多的老百姓 可是监狱里的这些狱卒啊 都很害怕曹操 怕说 他拿了这本书之后 到时候曹操就治他的罪 所以不敢接受 就拿火啊 把这本书给烧了 所以华佗 他最后呢 他的医术啊 也没有传下来 这是 非常可惜的事情 最后他是死在了 曹操的手上 好 到了三国时期 还有一位华欣 自子瑜 是高唐人 他在卫国呢 担任御史的官职 后来又当到了太尉 华欣 这个人非常乐善好施 他在朝廷当官 所得到的俸禄 都拿来政绩 宗族的 这些 家人 在家族当中 有的 孩子上不起学啊 有的老人 没有人照顾啊 他都拿这些钱 去照顾这些家人 而他自己依然是过着非常 清贫的生活 这也是一位很有德行的人 那么他过世的时候 世号叫靖侯 这是三国时期的华欣 好 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都是记载在万幸同谱当中啊 我们给大家举几位 代表人物 下一位是元朝的华昭 华昭 是 银人 这个银 是位于今天的浙江 浙江省的东部 在元朝时期叫做银 那么华昭啊 他 出生 还 没有满周岁的时候 父亲就过世了 他的母亲 省事 因为家里很贫穷啊 他又没有生活能力 没办法再活下去了 结果 华昭的母亲 他娘家的父母啊 就很想让他 再重新嫁人 但是 省事呢 他死都不愿意 因为古人呢 他有受过 主事到圣贤教育啊 特别是女子 都是 讲求 贞洁 要从一而终啊 就是这种思想呢 对这个时代的人影响也是很大 所以他死都不愿意啊 他就 自己辛辛苦苦的仿杀织布 就 把 儿子化钞 养育成人 并且亲自的教导 自己的儿子 到了后来 母亲省事啊 身体非常不好 病得很严重 当时化钞啊 年纪还很小 于是 他就 吃素 念佛 祈祷 希望母亲 能够 赶快好起来 但可惜的是啊 母亲的病还是越来越重 好 于是化钞呢 他就向上天祈祷啊 后来他 就 割掉了自己腿上的肉 好 熬成了稀饭 并且把 药 祸在里面 给母亲吃 想不到呢 母亲吃完了 这个病 就好了 好 我们看这是 一位孝子 他的真诚心 所感召 你看他年纪那么小啊 就是 想尽办法 就想要为母亲治病 最后他是割 割了自己的肉啊 去煮了稀饭 或药 才把母亲的病给治好的 到了治症年间 就是当地 徐广大 这是当地的 地方官 看到 这个地方出现了 这么一位孝顺的 子弟 所以就写了 结孝两个字 来表彰 这个家庭 你看这个家庭 母亲很有智洁 宁死都不敢嫁 儿子又这么孝顺 年纪这么小 为了母亲 真是 洁尽了 他的孝道 所以 当地的 地方官 就 用洁 孝两个字 这个洁 讲的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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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后来 他的母亲 沈氏啊 活到了77岁 那么 华钮呢 他后来 长大成人 也很有德行 很有成就 这个 相礼的人呢 对他都很尊敬 后来 温州路的总管 刘仁本 还为他 写了传 好 并且 赞叹说 这个家庭 好 贞洁和孝道啊 就是 劫富和孝子啊 都 汇集于 同一个家庭 好 好 那么 这个画招啊 虽然不是历史上的名人 好 但是呢 这是一位 好 这个 赶天动地的孝子 孝子的故事 好 那么画室啊 关于画室的代表人物 我们在这里再举一位 这是当代著名的 一位数学家 和教育家 叫做 华罗庚 华罗庚 他生在1910年 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 也是 在近代中国 这个 解析数论 典型群 还有矩阵几何学 还有自首函数论和 多负变函数论 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 所以他在数学这个领域啊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华罗庚是出生在江苏的金潭县 他在1922年 是在 金潭的 人群小学 毕业的 后来到了金潭的初中读书 但是可惜的是他毕业之后 家庭的经济非常困难 他没有办法继续读中学 他就考到了中华职业学校 但是 到后来啊 因为家里太贫穷了 连 这个饭呢 都吃不吃不上 他只好辍学 就在家里帮助他的父亲 经营 小店 但是 他非常好学 他一边帮父母维持生计 一边呢 还继续学习 自学数学 并且呢 把数学 这个学科作为他自己一生追求的 目标 奋斗的目标 后来 他在 这个 为什么华罗庚他对数学这么感兴趣呢 这个跟他在初中的时候啊 遇到 的一位老师 有关系 这两 这个老师 一位是王维克 一位是李月波 这两位老师就是在华罗庚 初中的时期啊 就发现这个孩子非常有数学 才能 所以就特别用心的来引导他 培养他 这个就奠定了华罗庚的数学基础 到了民国18年 王维克老师 他担任了金坛初中的校长 于是他就聘请 华罗庚来 担任 数务员 那么第2年呢 又聘请他 来担任 这个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老师 好 王校长的这个做法就是破格的提拔他呀 所以又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最后王校长只好辞职 那么虽然华罗庚 又没有办法 继续教书了 可是他在数学这个领域 依然是刻苦 自学 来钻研 并且呢 就开始撰写论文 在杂志发表 那么后来他发表了 一篇成名作 这是刊 刊载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当中 有一个成名作叫书家居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 就这篇文章 最后被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 熊教授啊 看了之后特别 赏识 于是呢就聘请华罗庚来到清华大学的数学系 工作 做一个图书馆的助理 那么当时清华的数学系有许多人才 除了这个熊主任之外啊 还有杨武之孙光远 还有这个 外国人 有一位 外国的数学大师叫哈达玛 温纳 他们见到华罗庚 都对于 这一位 才子啊 非常 看重 并且呢 都对他进行的指导和帮助 到了民国22年 清华大学就破格聘请 这位没有学历的 数学天才 聘请他为助教 并且 在清华 教授为积分 后来又破格 提拔了 华罗庚 为 清华的正式的教师 到了民国25年 在雄庆来教授的推荐下 华罗庚 他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呢 来到建桥大学 在英国建桥大学进行研究 到 民国27年他回国的时候 当时是由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 他们合组了一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于是清华大学就第三次 打破常规 把华罗庚 聘请为清华的教授 那么在西南年大时期呢 华罗庚 他 非常 刻苦的进行 教学和研究 并且以他实际上优异的成绩和他的学术成就呢 被称为 西南年大数学系的三节之一 那么这个期间呢 他写下了 他的一部著名的作品叫 堆垒 素数论 这篇文章的被 教育部啊 他获得了教育部的一个奖项 这个自然科学类的一等奖 在这个时期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还写过一封信给华罗庚 跟他说啊 你的这个发现啊 就是堆垒 素数论 这个发现呢 为今后的数学界 开了一个重要的源头 这是对于 爱因斯坦对 华罗庚的数学的 这位数学天才的成就啊 也是非常肯定的 后来在民国35年 华罗庚 到了苏联 他是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 后来又到了 普利斯顿大学 是到了美国去访问 那美国的 几所大学呢 都想要聘请他 想要给他很好的待遇 和很好的 工作 但是华罗庚都拒绝了 依然回到清华大学呢 来教书 那我们看到这位数学天才 他一生 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 和他辛勤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因为他从小没有受到系统的 学校的教育 因为家境贫穷 但是他后来是刻苦自学 而成才 他曾经说过 别人所受的教育比我多 所以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 来补救 缺失 所以别人每天 工作8个小时 我要工作12个小时 以上 才会觉得 心安 所以他在清华大学的期间 无论他是当助理员 还是当教授 甚至后来 出名了 他依然 都是如此 好 医生啊 都是 特别勤奋 好学 并且是付出了比 常人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 来从事于数学 这个学科的研究和 学习 从他的这个 好 榜样 可以看出啊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天才啊 这些天才 也都是从努力当中 而得来的 那么特别 值得一起 一提的是啊 他曾经 公费被保送到英国的剑桥大学 但是呢 他为了节省国家的 这个费用 他并没有在剑桥大学呢 好 去拿博士学位 而只担任了访问学者 因为他的 当时国家给他的工费 他只能在 剑桥啊 学习两年 那么 担任访问学者呢 他就可以 不受 读学位的这个居数啊 再多专研数学的 这个国外的 研究成果 但实际上呢 他每篇论文呢 都是超过 博士的 这个论文的水平 所以在 剑桥大学有一位 非常有名的教授 叫做哈蒂 他曾经说过 不稀罕英国剑桥学位的东方人 华罗庚是第一人 好 我们 通过 华罗庚 他生平 这种 勤 奋 努力 这么勤学的 榜样 也给我们很深的启示 为什么 我们现在学习 如师道的圣贤教育 师父上人也是提倡 要一门深入 常识 熏修 好 同时也教我们要中 实质 而不中 行事 你看像 华罗庚 他虽然 没有学位 但是实际上呢 他一生在数学领域 专业所得到的成就 是超过了 一般的博士和教授 那么他的成才呢 好 就可以体现出一门深入 常识 熏修的重要性 好 如果我们能够 像他 像他这样 刻苦求学 好 在专严如师道经典的时候 也能够做到一门深入 常识 熏修 那么将来 我们在 圣贤教育传统文化的 好 某一个领域当中 也能够成为像 华罗庚这样的一个 世界级的人才 这是真正的人才 所以这个道理都是相通的 那么 其实我们在接触 这个聂振陶教授的时候 就感觉到这位老人家 他对于 祖国的教育事业也是 忧心忡忡 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曾经 谈过 这个 非常著名的 前学生之问 就是前学生先生 在临终的时候 他曾经 忧心的 谈到 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中 所培养的人才 这个人才的水平 都没有办法跟 都没有办法跟 民国时期 这些大师级的人物相比 你看 你看民国时期 就出现了 许多 在 经学 在史学 在各个领域的 杰出人才 可是后来 后来用 新式教育的方法 却培养 却培养不出 这种大师级的人才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好像 把一颗石头 丢到了一个 平静的湖水当中 在 多年来 也引起了 教育界的人们 深刻的 省思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华罗跟他成才的经历 我们也体会到 其实一个人他能否成才 不在于他拿了多少个 博士学位 或者说 他是否 有了这个教授的 职称 这个都是他 通过他勤学努力 获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之后 这些 名誉 自然而来 但是他的成才 其实他还是秉持着 我们 祖祖相传的这套方法 真的是一门深入 常识 熏修 通过不懈的努力 最后呢 在这个领域 他的 在数学的领域啊 他的 学术成就就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 学习 华罗根的这种精神 我们也能够深入的学习 如是道的圣贤教育 并且日后呢 在 某一部经典当中 作为自己一生的 学习的 这个专攻的经典 那么用这种方式培养出了 这个人才啊 将来啊 每个学生啊 都是一部 活的 四书 是一部活的 这个 经典 是一部活的 无量寿经 你专攻 四书 你专攻 论语 那么就学到 就跟孔老夫子 一样 你就是现代的孔老夫子 好 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啊 那么 好 就是 继承 这个汉学 啊 继承如是道的圣贤学问啊 就是指日可待啊 好 那么这是华罗根的故事 好 关于 化世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 好 大家请接着看 百家姓 第五十三页 第三行 好 最后的一句经文 金 为 陶 江 这个金事 王映霖先生谈到 金事是 今天事之后 是今天事的 后代 那么今天事是谁呢 今天是 他是 上古时期的 五帝 之一 就是 上号 上号帝 绍号帝 这个今天事啊 是他的另外一个称呼 那么今天 绍号 明智 是 三皇五帝 当中的 一位君王 那么他的后代 因为他叫今天事 所以他的后代呢 就把金 作为 自己的姓氏 好 好 那么 《姓氏急救篇》当中 也引 举了许多 历朝历代的 金姓的名人 比如汉朝时期的 金日滴 好 还有 这个 北齐的金座 秦金西 他们本来都是东湖的人 还有五月时期为了避讳 好 就把 刘 改为了金 还有新罗王金氏 以及高丽人金行成 唐朝时期有 上渝岭 金瑶宫 宋朝有金安 历朝历代有许多金氏的 名人 好 那么刚刚所 提到的 金日滴 这是 西汉时期匈奴的 修徒王 他随着 昆邪王归顺汉朝 他曾经铸造金人来祭天 所以汉武帝把他赐姓为金 把他名字 取为金日滴 所以他的后代就以金 为姓 那么再来呢 是汉高祖刘邦 他赐 他赐相伯 赐姓 为刘氏 就把 刘姓赐给他 那么到了五代时期 相伯的后世子孙 他为了避会 那么这次他避的是吴月王 钱刘的会 因为钱刘的刘啊 他是金字旁的这个刘 那么他和刘邦的刘 是同音的 同音也需要避讳 所以呢 就把这个刘邦的刘 这个字上面有一个卯字头 以及右侧的刀字旁 把它去掉 就变成了金 成为金性 还有十六国时期 前秦的 羌族 他的酋长 是金氏 后人 后人呢 也就跟着姓金 再来到了清朝 清朝满族 爱心 觉罗 有很多人呢 就改为 汉姓 改为金 金氏 作为他的姓氏 那么除此之外 金姓 还有其他的来源 比如说唐朝时期的 新罗国王 姓金 这个呢 在刚刚 我们看到 姓氏急救 急救篇当中啊 也都有记载啊 好 好 明朝永乐年间 明成主 跑伐末北的时候啊 那么蒙古的王子也先土干 率领妻子和部署 投降了明朝 所以明朝就赐姓 给他 赐姓金 所以金氏 金氏 金氏啊有很多不同的来源 我们看一下在历史上 金氏的 迁徙 分布的情况 我们刚刚介绍了金氏的来源是 多方面的 多种的 那么最早最古老的 是源自于 少浩帝 金天氏 少浩帝他在穷商 登基之后 又迁徙到了 屈富 穷商呢 是在今天的 山东屈富的北部 那么再来新罗 新罗是朝鲜古国名 朝鲜古时候啊 叫做金罗 那么 叫做新罗 新罗呢在古时候和高丽百计 是并立的 那么他的国王 是姓金 好 那么再来 金日迪 刚刚介绍金日迪的家族啊 他们生活在长安 世世代代呢 都在朝廷做官 那么在南北朝时期 有金氏家族的子孙 迁到了甘肃 这一带 比如说我们刚刚介绍的 在 这个姓氏急救篇 当中记载的金座 这个金座 是北齐的大都督 他就是安定人 在唐朝的真观年间 锁定 的益州 蜀都 三姓 其中就有金氏 还有 焚州 和西郡 四姓 这里也有 金氏 好 那么宋朝和明朝 时期 南方的金氏啊 在 除了在浙江和江苏 发展之外呢 还到了江西 安徽 等省份 广东 等等的 因为北方 河南河北 等地 都有金氏 家族的子孙 在这里生活 好 那么金氏的唐号 有一个 利则唐 利则唐 这个名称是来源于宋朝的金吕祥 因为金吕祥他擅长联络之学 所以 君王 宋朝的皇帝 就请他担任 国使馆的编修 可是可惜的是呢 这个金吕祥 他还没 到任 就过世了 那么他的学问非常好 曾经在利则书院讲学 所以后人呢 就把利则 作为家族的 唐号 好 那么关于 金氏家族的 代表人 我们在这里呢 特别要提一提 所以 金日滴 金日滴 是 汉朝的 一位名臣 自 翁叔 他是 张义人 张义啊 是在今天的 甘肃省 古时候称为甘州 所以他是甘肃人 那么修徒王子 他们归顺 这个 金日滴啊 他是修徒王子 那么后来 汉武帝 见到他的时候啊 觉得这个人呢 金日滴这个人呢 跟一般人 不太一样 好 那么这段历史啊 我们稍微详细的给大家 做一下介绍啊 这个历史背景 就是在公元前 一百二十一年 前后啊 那我们知道呢 在汉武帝 当政的时候 西汉王朝 他有一个非常 头疼的问题 就是 匈奴啊 经常 会来侵扰 汉朝的国土 所以汉武帝先后就曾经 这个 西汉王朝 政府就 先后派过 很多的 将军 去 攻打匈奴 包括 李广 魏清 霍去病 等等 那么就在霍去病 出兵到 祁连山 在公元前 一百二十一年的 时候 他就打败了匈奴的 魂邪王 并 并且得到了 修徒王的 祭天的金人 到了 同年的夏天 霍去病再次攻打 祁连山的时候 又打了圣仗 那么这个时候 匈奴的首领 禅鱼啊 他就打算处决 魂邪王和修徒王 于是他们 只好带着手下的四万多人 投降了汉朝 那么在途中啊 修徒王 他感觉很后悔 不想投降 可是魂邪王呢 他却一心一意的 要 归顺汉朝 于是他杀了 修徒王之后 就把修徒王的夫人和两个儿子 一起带到了汉朝 归降了汉朝 并且 在汉朝的宫廷当中 就在 那里做一些 低贱的工作 帮汉武帝养马 好 当时呢 修徒王的王子啊 只有14岁 那后来 汉武帝就在一次宴会当中啊 他下令要检阅宫廷当中的骏马 于是呢 就为皇帝养马的 这些人呢就牵着马 走上了 宫廷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汉武帝就注意到啊 其他的马官呢 都在东张西望的 东看看西看看 只有一个年轻人 特别有威仪 目不斜视 很有威仪的走到面前 那么汉武帝 见到这个人 觉得很特别 就是他的气质啊 他的 神采 就跟其他人 不相同 于是就询问他的身世 才知道他是修徒王的王子 于是汉武帝就任命 他做马 后来又升为驸马都尉 因为汉武帝知道 修徒王 他们这个族的匈奴人 有一个习俗 他们会用金人来祭天 于是呢 就赐给这位匈奴王子 赐他姓金 所以 金日帝的这个姓 金姓 他是 汉朝的君王赐姓而来的 从此呢 汉武帝啊 就对金日帝 非常的信任 汉武帝走到哪里 金日帝就跟着他 就是他在皇帝身边呢 是为皇帝驾车 并且保护君王的 那么他在几十年 担任这个工作的时候 都小心谨慎 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所以汉武帝对他非常的 信任 也非常尊敬 那么金日帝他是一位很有德行的人 首先他非常孝顺母亲 因为他的母亲 辛辛苦苦的把两个儿子 教育成才 在历史上 在历史上 谈到呢 他的家教是非常有法度的 所以汉武帝呢 对于 这个修徒王的这位夫人呢 就是金日帝的母亲 也特别尊重 所以在他过世之后 就把他的画像挂在了 甘泉宫 和苏武 等 一些大臣的画像啊 挂在一起 这显示出朝廷 对于 好 修徒这个王族的尊重 后来金日帝 每次 见到母亲的画像啊 都会忍不住流泪 和恭敬的礼拜之后 才离开 那么金日帝的家族 之所以在汉朝 汉人的这个环境当中 能够受到朝野上下的尊重 这跟他们的家庭教育重视礼 非常有关系 那么在史书上 就有特别记载啊 金日帝 他身为汉武帝的 贴身的护卫啊 多年来啊 他 在礼节方面 都 守得特别好 他平常目不斜视 非常恭敬谨慎 那么对于皇帝的后宫的 宫妃啊 他都从来不会去 看上一眼 甚至连皇帝赐给他的宫女 他也不敢接近 所以汉武帝 对于这位修徒王子 格外的敬重 那么还希望呢 金日帝能把他的儿女啊 架到 宫廷里面 这就成了 皇帝的 皇亲国戚了 但是金日帝他做事很谨慎 他也拒绝了 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德行 也是很敬佩的 那么体现在 汉武帝临终的时候啊 他就把辅佐 汉昭帝的责任 委托给了霍光和金日帝 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 汉武帝 对于 金日帝的信任 因为当时汉昭帝的 年纪还很小 霍光是 霍去病的弟 他就请 金日帝 为首 但是金日帝也礼让啊 他说我是外国人 如果让我 把我的位置放在您的前面 这样会让匈奴 轻视汉朝 所以他就 退居到了 四位 主要由霍光来辅佐 汉昭帝 到了汉武帝临终的时候 把金日帝 就封为了 杜侯 但是金日帝 拒绝拒绝接受 因为他说呢 汉昭帝年龄 还太小了 所以 金氏家族就是因为金日帝 他这种 恭敬 谨慎 而且 忠孝的家风啊 到后来他有七世的子孙 都成为汉朝皇帝的 内侍的众臣 这个家族就非常的兴旺 那么后来霍氏家族 开始 谋反 那么金日帝的侄子 金安上呢 他及时制止了霍氏的 家族的这个谋反的行为 这对于朝廷的稳定呢 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所以你看虽然 金日帝他是出自于匈奴 的王族啊 但是呢 在 伦理道德以及 这个手礼 谨慎等等方面呢 好 那么金日帝他本身呢 做的甚至比汉朝的大臣 都还要 好 这个跟他 母亲和他的家庭给予他很好的家庭教育 是有关的 好 那么到了后来啊 金日帝家族的子孙呢 开始重视 读书 开始重视学问的 方面的 方面的 培养 所以他的子孙有很多都是 通晓 经典 而得到朝 朝廷的推荐 并且在朝廷担任官职 后来2000 多年当中 好 他们的后代啊 就在 陕西 等地 繁衍和发展 成为一个重要的家族 这是 金氏家族呢 他们对于 家庭的品德教育 好 非常的重视 好 那金日帝的后代啊 正是因为祖先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风范 好所以他 世世代代呢 都 具有这种 忠孝 结义的 解操 到了 汉朝末年 王满 篡权 的时候啊 金日帝的后世子孙 也拒绝 为王满的政权 服务 所以那个时候他 也流亡 举家流亡到各个地方 到了晋朝时期 居住在山东一带的金日帝家族的后代呢 也有子孙改姓 丛 那么传说当中这是修徒王 他原本匈奴的姓氏 发音 就是 从 所以在山东一带 从氏家族呢 也是成为了当地的 旺族 所以 从今 自古 是一家的说法 就是 来自于 这个地方 那么这种加峰还延续到了 宋朝 宋朝时期呢 金氏家族的家谱 对于每一代人都记录的很详细 这种孝敬的加峰就代代的延续 那么不仅在唐朝 宋朝 出了很多人才 一直到现在呢 依然有 金氏家族的后世子孙 那么 来祭拜 他们的祖先 这是 虽然他们是匈奴人的后代 但是呢 他们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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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无论是匈奴人还是 汉朝人啊 那么他们都 特别注重这种 忠孝 结义的加峰 这个在 金氏第这一脉的 金氏家族子孙 身上呢 就特别 能够体现出来 好 那么 这一段呢 就是关于 金氏第的 一段 简单的 介绍 金氏第过世之后啊 他的嗜好叫做敬 恭敬的敬 这也是 体现出了 金氏第他一生的 解操与风范 他有两个儿子 一位叫做赏 一位叫做剑 在汉朝帝的时代啊 也都 担任 世中的 官子 并且呢 赏赐 给他 侯爵的 爵位 所以金氏家族子孙代代呢 都有 贤德的 子孙和人才 出现 好 这是金 还有一点时间啊 我们简单的再来 介绍一下 卫姓 金卫 陶江 这个卫姓 这个卫姓 卫姓啊 这也有很多精彩 绝伦的故事啊 那么今天的 时间有限啊 我们只能 给大家先介绍一点点啊 好 可能要等到下节课 再 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卫姓的历史和渊源 好 王映林先生 好 谈到啊 卫士 是 源自于 激姓 国在河东 这个国家在河东后来被晋国 所灭 好 所以新式急救篇啊 这个卫啊 这个标题就是 静 代卫 好 就是 卫呢 被 晋 晋国灭掉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来源 再来呢 这个 毕万 毕宫的后代 他是世晋在晋国任官 封在魏 后来他的后世子孙就把魏 作为家族的 姓氏 好 还有 这个周 并魏斯为侯 就是把魏斯 封为侯 后来称王 历朝历代有许多魏姓的代表人物 比如说是 秦 秦 秦的魏冉 齐 有魏庆 汉朝有魏无知 唐朝有魏征 这都是魏氏家族的子孙 所以魏姓的来源 刚刚谈到 主要就是出自于姬姓 那么这是皇帝的后代 在西周初年 周武王 激发 他封 他的父亲周文王的 庶子 毕宫高 把他封在毕这个地方 所以子孙呢 就以毕作为 自己的姓氏 那么后来毕国逐渐衰弱 灭亡之后 在春秋时期 毕宫高的 毕宫高的后代 毕万 他成为了晋国的大夫 那么因为他随着 禁宪宫 灭掉了魏 这个 霍魏等国家 就是有了战功 所以禁宪宫就把他封在了魏 这个地方 那么毕万的后代 魏无子 后来他和 韩 赵 二家分禁 就是 韩赵魏三家分禁 这段历史 那么魏国呢就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 到了战国末年 魏国被秦国灭掉了 灭国之后啊 魏国的这些百姓呢 就把 这个魏国的魏 作为自己的姓氏 好 那么魏姓还有 其他不同的来源 比如魏姓有一只呢是出自于 米姓 是秦国的大臣魏冉的后代 那么魏冉的祖先就是米姓 再来呢还有改姓而姓魏的 比如 宋朝有人本来姓高 后来又改姓魏 好 比如魏了翁 好 他本来就是姓高啊 应该叫高 高了翁 好 那么这段历史啊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时间 也已经到了 好 我们就学到这里下一节课啊 好 我们还继续来给大家介绍 卫士家族 他的 唐浩子孙 历代的名人 等情况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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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感谢观看